今天來簡單的講一下怎麼做F2L 好 你要做F2L之前 請把你原本已經很熟練的LBL的概念都先 可能先暫時的放掉好不好 來做F2L之前啊 你要先做的是什麼 是十字 所以你先把這個 這個邊塊的十字 四個邊塊都排到定位 至於 你要怎麼排 你就自己去想辦法 因為有的人是頂十字 像我早期我也是用頂面十字做好再翻過來 但是 有一些人他們可能主張一開始就學底十字啊 那我學頂十字的時候 其實我花了很長的時間 才強迫自己把它改成在底面做 因為畢竟這個顏色的順序 我已經很熟悉了 那你現在叫我翻過來就是 要做相反嘛 我可能花了一些時間去適應啦 那不管怎麼樣 你覺得你好做的方式就可以 因為今天我們是要教你做F2L 不是要教你做十字 做十字呢有另外十字的每槓啦 那這個部分就 之後有機會再講 好不好 不管怎麼樣 你要學F2L之前 想辦法 自己 先做好十字 把就是四個邊塊 都放到這個地方來 F2L呢 其實它要做的東西 就是一次把腳塊跟邊塊 湊在一起之後 放進他們 應該要去的那個位置 好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case呢 你要做的是 藍色跟 橘色的中間 這兩顆 那這兩顆 當然就是 你看嘛 這邊已經好了嘛 所以這兩顆它最後 完成之後 它會是什麼 就是 這個就會是 白色 藍色 橘色的腳塊 然後這個呢 它就會是 藍色 橘色的邊塊 那這邊 我們 給你看一下什麼叫基本形 我這顆是 正常的方塊 這顆是我用來作為 道具的方塊 來看一下喔 全部都是好的 然後我們沒有 黃色的干擾了 所以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核威F2L基本形 看一下 白 藍 橘 然後對面這個地方呢 是 藍色跟 橘色的邊塊 好 三個動作就可以把他們 湊在一起 然後放進他們的位置 就是 R U Rprong 再看一次 你看到這邊 這個腳塊 這個腳塊是 白色朝著你的 右邊 側面 然後 頂面呢 是藍色 你的前面是橘色 然後它相對應的這個邊塊呢 藍橘 它剛好長在 這個地方是 橘色是朝上 藍色是朝外 這個時候 就是我們最喜歡看到的 F2L基本形 就是 R U Rprong 為什麼 只要上個動作就可以完成了 因為你看到有沒有 這邊做一個R之後 有沒有 什麼都不動喔 看一下 它湊成一對了 好這個時候 再一個 U 這個動作代表的就是 你 把這一組 F2L呢 把它放到正確的位置上面了 然後 一個Rprong就是 把整個面回來 好 一樣動作我們在正常方塊再看一次 來看一下喔 白 藍橘 然後你看到 觀察到 藍橘邊 在對面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做這個動作 R U Rprong 有沒有 我們就完成了第一組的F2L 練習一下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同樣的Case 如果換到左手怎麼做 我們這邊看一下這個情況 來一樣我們採用藍橘來作為樣品 樣本啦 來 這個是白 藍橘有沒有 然後 對面這個地方一樣是 藍橘 一樣是藍橘有沒有 好如果我這邊講一下 你應該可以觀察到的 現象是什麼 就是 白色呢 朝著你的側邊 不管是左邊右邊都可以 白色朝著你的左邊好了 有沒有 然後呢 藍色對著藍色中心 有沒有 再來就是對向這個邊塊 他剛好也是藍色朝上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做一次 Lprong 然後 Uprong 再L 進來 再示範一次 來 白藍橘 然後呢 白色朝著右邊 這個時候我用右手做 好來 藍橘在對面這個地方 OK 好就 R U Rprong 有沒有就進來了 好這時候我換到左手呢 就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來 白色朝著左手邊 然後呢 藍色對著藍色 藍色對著你 好來 橘色 藍橘在這邊有沒有 藍色對著藍色 然後這個時候就是 Lprong Uprong 這個基本型 你一定要 很快的觀察到 為什麼 因為他基本上是一個Lucky 他是一個幸運的Case 可是 我們在學F2L的後面一些比較難的情況的時候 其實也是想盡各種辦法把它變成這樣子的基本型 來各位看一下 觀察一下白藍橘 那一組 現在什麼情況 白藍橘的角塊跟邊塊有沒有 你看他這 白藍橘 藍橘有沒有 其實這一組邊角他已經在 上面層已經 好了 他已經好 所以你其實不需要去做任何 拆開的動作 你要做的 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把 他們這一組 完整的放到 他應該要去的位置上面 好 所謂他要去的位置就是 藍色跟橘色的中間這裡 像這樣子就是 R 來看一下喔 R 然後 Uprong Rprong 好這個 你要說是公式也算了 可是他其實不需要去死 再看一次 我們現在要做的東西就是把這個洞 往上移 把這個洞轉上來 然後把這一組 轉進這個洞裡面 再放進來 我們拿道具再來 做一下 比較 看一下有沒有 這樣看是不是更清楚 他已經在上面湊成一組了 有沒有 但是我們不要把他拆散的情況下 要怎麼放進來 就是這樣子 把洞移上來 然後把你好的那一組 放進去 再把洞移回來的位置 OK 其實很多F2L的 講公式好了 還是一些技巧 都是教你怎麼樣把 他們的 分散在各地的邊角 把它湊成這種基本形 如果看到這邊你有什麼看不懂的 記得馬上按 揮放 回去剛剛那一段再重看幾次 我希望你可以每一步都看得很熟 我們再來講下一步 不然就會很容易 會變成是 你不熟 然後你就看新的 那其實基礎就沒有打得很穩 OK 同樣的Case 我們現在來改用左手做 來觀察一下 一樣是以白藍橘做標的 來 藍色橘色 好 白藍橘在上面這一層已經 湊好一對了 我們拿一個 道具來 比較好觀察 看一下 來 白藍橘在這邊 好他要怎麼樣 完整的放進這個洞裡面呢 就是 一樣用左手了 這時候就用左手 好來 L'然後 U 再 L 又回來再看一次 這樣子 1 2 3 1 2 3 好來 用正常方塊看一下喔 好這個時候你就看一下 他是要從哪個方向進來 你自己去判斷用左手右手 好不好 多練習啦 OK就這樣 好接下來就是剛剛教的 第一道的 基本形的 小變形 好這什麼情況 假設你今天 十字已經在下面組好了 有沒有 然後你 把它翻過來 你在看的時候發現 這個是你會的形 怎麼說你看一下 白 然後橘 然後橘對的橘 有沒有 這是藍橘在這裡 這剛好是 剛剛我們教過那個 基本形嘛 好你看到了 他在這個地方 你要直接做嗎 直接做會變成這樣子喔 不對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你要怎麼做 你要觀察的是 白色朝著側面的時候 橘色 對著哪邊 橘色對著 橘色的中心 這個地方 橘色對著橘色中心 然後轉過去剛好會 把它們湊在一起 好那樣 雖然 可以直接做 應該要先 把下面轉過來 然後再去做 這一組 好我們拿道具來看一下 就知道了 白 藍橘 剛好對上了橘 藍有沒有 好這一組你會做對不對 可是你能夠直接這樣做嗎 第一個 你位置錯了 第二個你擺金好 你擠出去了 再看一次 白藍橘 所以這個時候 它是基本形 可是它的位置 不對 它差了一個90度 所以 你第一個動作就是 抓著這個角 然後把下面轉過來 才會對上你的中心嘛 這個時候 橘色對著橘色 就 做這個基本形的 動作 把它轉進來 好我們再看 這個方向 來 我一樣要你 找一下 白藍橘 白藍橘 來看一下 白 藍橘 好對到這邊的 藍橘 對到了 所以這個基本形的相對位置 你已經很熟了 所以你可以 很快的看到這個組合 沒有 可是呢 第一個你的位置不對 你的位置就不對 那怎麼辦 所以一樣 看一下你的橘色在哪邊 在這邊 好 我們就抓著這個角塊 把它轉到橘色面 OK就可以完成你的這個 最簡單的 基本形F推 有沒有 好我們拿道具再來看一次 好看一下 好這個時候 你看到了 你十字做好了 好 然後你轉上來之後 你發現 欸 有 這個是你 你已經會了 你已經學過的 基本形F推 好這個時候你要轉 轉過去的直接錯了嗎 不行 因為你發現到 這個橘色跟中心這個綠色 沒有 沒有銅色嘛 對不對 所以 就把它轉到橘色這個面 有沒有 像我剛剛跟你講過的 這個 白色朝著側面的時候 這個前面這個顏色 你要對著中心這個顏色 要一樣 這是 幾個簡單的一些 判斷的方式 這個都多練習 如果你 看不熟 看不懂的話 記得就回放再多看幾次 好來 轉過來之後 就可以做你的基本形了 好最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基本形的位置 一樣 十字轉好了 然後你轉上來 發現來 白藍橘 配上這個藍橘 這是你熟悉的那個 相對位置組合 可是 紅色 不是你要的那一面 所以呢 一樣 收著這一面 然後 轉兩層 好對到你的橘色了 好對到這個橘色了 然後就一樣 執行你的基本 方式 OK就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道具 白藍橘橘 橘色對橘色 好這個位置都對了 可是呢 他跟中心沒有對上 好所以我們就抓著他 好然後就 123 OK完成了這個 基本的 F2L 現在這個情況呢 是剛剛講的 最後一個 Case 就是他在對面的 那這個我們其實有比較 快的做法 可是 可能你現在還在初選 你應該會 看不到 不過我還是做一次 如果你看得懂是最好 看不懂也沒關係 不用氣 好不好 來看一下 我看到了這個 基本型的排列了 好白藍橘 然後橘藍這個地方 那我剛剛講的是說 整顆轉過來 然後讓你對上那個位置 其實你可以不用整顆轉 你只要轉上面就好 好 然後呢 就用左手做 等於是說 從後面做 F2L的意思 如果說你對F2L熟悉度 夠的話 你就可以很 輕易的做到這個動作 我們用這個道具再做一次 來你看一下 你看到了這個基本型 在這個地方排列 好 可是你知道位置不對 他在這個地方嘛 你也很清楚知道這個地方是 有一組 洞的有沒有 洞 從後面來就是這樣 我不要做整顆 我只要轉上面層就可以了 OK 這樣就完成了這個基本型的 背後操作 好之後有機會我會再多講幾次這樣子的case OK 好接下來這個也是剛剛的 交過的那個case 只是我們換了個方向 來你轉好了你轉過來 翻過來看到 有一組Lucky的 他已經在上面組好了有沒有 好這個時候你要把他放進 他應該要去的位置 他應該要去的位置在哪裡 好就是我常講的嘛 藍局 所以就找藍局中間 他這個地方 所以他要回去的位置在 這裡 所以第一個動作我們先把他轉過來 整顆喔 整顆轉過來 好把那一組 轉到你要的 這個地方 這個位置 然後就可以執行剛剛 交過的這個 基本型放進去 好有沒有 好我們用道具再示範一次 好 你做好十字 好你翻過來 看到 一組已經好了有沒有 已經好了 好可是這不是你要的位置嘛 所以你就看一下你的位置在哪裡 藍局 所以在藍局中間這裡 好洞在這個地方 好好的組在這裡 好轉過來 然後呢 做一次這個簡單的 F2L基本型 好 就進來了 好這是最後一個 這個Lucky的情況 看一下 好他好了 在這個地方 好藍局在什麼地方 好觀察一下他要去的地方在 在這裡有沒有 這個地方 好你拿著方塊是這個方向 可是你要去的位置在這裡 有沒有 你拿著方塊 你拿著方向是這個樣子 好可是他要去的目的地在這個地方 在後面 在後面 好這個時候 抓著上面這一層 然後把下面兩個 轉過來 看到沒有 就來到你要去的這個位置了 好就一樣 好 他就進來了 來道具再示範一次 好你看著紅色的面 然後你發現這一組 白藍局 藍局的 邊塊已經湊成一組 對我了嘛 好馬上觀察他要去哪裡 他要來這個地方 當然限時情況 不一定是藍局 有可能是紅綠 有可能是綠局 好 那你自己去 變通啦 好來白藍局 好 你看一下 藍局的位置在這裡 好 可是他這一組 好的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這樣 抓著上面這個 你就把它抓著不要動 好把下面這個洞轉過來 有沒有 動在這個地方 那你就可以知道怎麼放進去的嘛 OK就這樣 可是其實你也可以 不要這麼做 你也可以 在後面做 如果你很清楚 這個地方是有洞在這裡 洞 我們講洞在這裡 有沒有 好這個時候就是 直接 轉上面成 U2 然後呢 好 有沒有 把這一組F2L 在後面放進去 好 我們拿道具再試一次 來 你看著他 這一組 是好的 好 然後洞在這個地方 洞在這裡 是好的 好怎麼樣可以 不翻整顆過來做呢 就是 直接 轉上面 成 兩次 然後 從後面放進去 那這個 從後面做呢 是 比較 困難的技巧 如果你這個部分學不會 不用太難過 好不好 你把你基礎的學會 做久了 你自然就會很清楚 怎麼從後面做 好不好 那這個就是 示範一次給各位看啦 我還是希望你可以把 剛剛講的那幾個 基本型 就是從前面 你看到的這個 地方 把它放進去 這比較重要 這是你的基本功 這邊 不要求快啦 你就是 盡量多練習 想辦法強迫自己 把每組F2L都組成一個基本型 把它放進去 OK 好就先這樣子了 很多玩家在 開始學F2L 其實都會很灰心 像我那時候也是一樣 我開始 採用F2L的做法來做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我的世界整個都不一樣了 因為完全都不是我會的東西了 因為這是一個對你來說還算很新的領域 所以在這個階段我會建議你就是 第一個不要再測速 不要再用速解的方式 因為你要學新的東西 這個時候你還不適合測速 因為你只要一測速測時間了 你就會很急著想要用你原本比較熟悉的做法 那這個對你在學新東西是沒有幫助的 非常沒有幫助 所以這段時間你就不要灰心 跟著我們一步一步的學 把這些基礎把它學會 學好 然後熟練 然後多練習 就這樣 這個教學我們會 不定期陸續的上傳 喜歡的話就按個讚 訂閱一下我們的頻道 跟著我們一起 探索這個F2L的奧妙啦 OK我是吳瑋 我們就下一集見吧 掰掰 按個讚 按個讚 按個讚